从五项总部基地这一波降价潮当中你学会了什么 2024年之前估计很少有人会想得到 南宁楼市今年的价格大战 会优先发生在总部基地的盘龙板块这么核心的位置 先是盛邦双叶湾 八指头青盘 再者是锦绣江城 也是八指头的价格 那从这一波价格战当中你学会了什么呢 给你买房有什么启发呢 第一个 楼盘的地段并不能完全决定它的价格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 买房呢还要考虑配套考虑品质考虑性价比 综合因素的考量 那么第二个 你看一个楼盘降不降价 其实主要在于它的销量如何 房子呢它也是商品 是商品它就要准循最基本的定价逻辑 卖得好的商品自然不会降价 卖不动的商品它才需要降价 这跟你地段如何没有直接关系 哪怕你在江南 哪怕你在西厢堂 哪怕你在山堂 只要你产品好卖得好 你肯定不会降价 任你在总部基地这么核心的位置 卖不动的楼盘呢 你照样要乖乖降价 你看中的楼盘会不会降价 你就看它的销量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 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 一个楼盘的定位有多重要 锦绣江城呢 其实就是定位做错了 在有大量的安置房小区里面 做改善楼盘 这是何等的荒唐 四位以下一个买大户型改善楼盘的客户 谁会愿意选择和安置户住在一起呢 对于五项兴趣这个价格大战 你是怎么看的呢 评论区聊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